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国内的一些地区也有类似的现象 事实上 中国的盐资源丰富 而且景矿盐是中国食盐的主要来源 市场供应充足 日本于8月24号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 引发关注和热议 多地刮起抢盐潮 在重庆一家超市 负责人表示 门店的食盐销量近日确实一度出现了上升 不过到25号 重庆市民购买食盐 已经逐渐趋于理性 大多数市民都表示 没必要盲目跟风加入抢盐潮 有啥子比抢盐吧 没必要 腾那个多大粥 不腾不腾 吃点买点 吃点买点 在北京市大兴区的一家大型超市 调料区的食盐货架上商品充足 超市负责人表示 各门店已经增加备货量 小之前的这个备货量提升了35倍 然后其次呢 是在我们的供应链能力上面 我们缩短了这个中间供应链的时间 然后直接发车去供应商拉货 同时呢 采用我们的这个一日多配的 这种形式去保证我们的食盐的供应 针对部分市场发生食盐抢购现象 多地盐业公司发文称 食盐储备供应充足 呼吁社会各界理性消费 不要盲目抢购 中国盐行业唯一中央企业 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24号发表声明 中国对食盐实行定点生产管理 中国食盐来源主要分为三类 井矿盐 胡盐 海盐 食盐产品结构占比为 井矿盐87% 海盐10% 胡盐3% 井矿盐和胡盐生产均不受日本核污染影响 声明提到 中盐集团是世界最大的食盐生产企业 食盐产能超过每年1000万吨 其中井矿盐占比95% 胡盐占比4% 海盐占比1% 中盐集团有完善的产销企业布局 食盐储备供应充足 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 25号发表声明称 该公司拥有茶卡 柯柯 两个天然胡盐采光权 可开采胡盐储量约14亿吨 茶卡牌食用盐产能为每年30万吨 食用盐储量可供全国人民食用70年 中国盐业协会表示 中国三大盐种的产能产量足以满足全国人民的用盐需求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5号公布此前一天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正式启动相关画面 当地时间8月24号下午1点03分 福岛第一核电站内的工作人员正式启动排污设备 10分钟后 核污染水通过海底管道 在距离海岸一公里处的排污口流入太平洋 连日来 韩国多地民众举行集会 揭批核污染水排海的危害性 谴责日本政府做出排污入海的决定 韩国共同民主党领导层和支持者25号聚集在首尔光化门广场 谴责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是对人类健康的恐怖袭击 并表示将斗争到底 日本は2次大战で全世界の人々に封鎖の威力を遮断しました 日本は再次の金額を遮断するため 全世界の環境を遮断し 世界の人々の健康を威圧する テローを再現しています 民主党委員会の集会参加者は 約5km程度に跨らず 雍山大統領室に移動し 行動を移動しました 集会者高喊弹劾总统的口号 批评尹熙岳政府 是日本環境犯罪的共犯 韩国政府此前就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一事 作出回应 称日本方面排放計画 没有科学和技术上的问题 引发争议 由于日本強推核污染水排海 韩国的水产品消费持续低迷 韩国水产业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 釜山一半的水产从业者 经历了销售额減少 排海后很多海鮮商贩 以及餐厅店主 都表示前景不容乐观 为提侦水产消费 帮助海鮮商人和渔民渡过南关 庁上南道最大的 马山鱼市场 25号开始举办促销活動 不过民众坦言 不敢吃海鮮 不仅是水产行业 餐饮业也受到波及 在韩国越来越多的海鮮商人 及餐饮业者承诺 不再做日本海鮮生意 以免顾客流失 这家位于首尔市中区的生鱼片店 在路边摆出落地式展示牌 郑重承诺 该店主营的金枪鱼 均从地中海沿岸 欧洲国家进口 首尔市龙山区的这家大型超市 在福岛发生核泄漏事故后的 十多年来 一直不卖日本进口的海产品 未免顾客误会 也在生鲜区摆放醒目的提示语 重申抵制日本海鮮的立场 水产市场的商贩们 也在想方设法另寻进货渠道 自日本政府2021年 决定将核污染水排海到现在 从日本国内周边国家 到遥远的太平洋岛国 反对之声从未停歇 但日本政府置若罔门 而美国在这一期间 始终与日本一唱一和 并且随着日方排海计划时间的预进 美方发生预勤 8月15号 在美国国务院记者会上 在被问及美方是否对日本计划 从福岛核电站排放 经过处理的放射省水感到担忧时 国务卿布林肯为日本站台 称排海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在18号结束的美日韩代位营会议上 日方也对美方给予的支持表示了感谢 24号美国国务院再次确认 美政府支持日本排海的立场 称对日本这个计划感到满意 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牛尔当天还声称 自己将于8月31号访问福岛县 并在该地区的餐厅品尝现场捕获的鱼 然而事实上虽然美国在两年前 就宣称撤销了对日本食品进口的限制 但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8月发布的最新数据 美国是今年上半年减少进口 日本农林水产品最多的国家 并且主要减少的三种食品 日本酒 榆米 扇贝 其中两项的主要原产地 恰恰处于核污染水排放影响区域 扇贝的主要产地在工程县 而明泰鱼的分布带则从福岛附近 向日本北部延伸 日本酒的主要产地则在新系县 位于日本靠近日本海一侧 但距离福岛也很近 25号 澳大利亚与菲律宾首次举行 大规模海陆空联合军演模拟多岛 近来菲律宾不断接受美国等国的拉拢 在南海动作频频 据法新社报道 澳大利亚与菲律宾25号 首次举行大规模海陆空联合军演 主要内容是模拟如何抢占敌方控制的岛屿 值得注意的是 澳飞连演的地点在黄岩岛以东 约240公里的一处海军基地 美联社说 演习地点位于面向南海的菲律宾西北海岸 大约1200名澳大利亚士兵 560名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员 参加了两栖登陆与空中突击课目的演习 演习现场可以看到美军鱼鹰运输机 澳大利亚派出的是其最大战舰 堪培拉号两栖攻击舰 澳新军团号护卫舰 以及两架F35战斗机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防长 马尔斯观摩了此次军演 马克思对记者说 飞方希望与地区周边国家的军队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他声称军演是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准备的重要方式 马尔斯则宣称 澳大利亚在南海拥有所谓的安全利益 马尔斯在当天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还透露 两国海军将很快在南海进行首次联合巡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近来澳大利亚高级官员频繁访问菲律宾 除马尔斯外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也透露 9月他将访问菲律宾 与飞方讨论国防和安全合作 有专家指出 澳大利亚与美国是盟友 其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影响 尤其在海洋安全方向 目前美国和菲律宾正在加快 强化防务合作协议框架下的合作 根据美菲两国2014年签署的加强国防合作协议 美军被允许进入菲律宾的五个军事基地 2023年2月初 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菲律宾期间 飞方同意在战略地区再向美军开放四个基地 今年4月菲律宾第二批 向美军开放的基地名单正式公布 四座基地中 两座位于旅宋岛最北端的卡加沿省 一座位于与卡加沿省相邻的伊沙贝拉省 还有一座位于巴拉旺省的巴拉巴克岛 从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卡加沿省与伊沙贝拉省都紧邻巴士海峡 而巴拉巴克岛则直面南海 美菲推进军事合作 还体现在双方以更大力度提升互操作性 加强联合行动能力方面 另据菲律宾媒体披露 美菲计划2023年底前达成一般军事信息安全协议 强化情报共享 关于南海中方已经多次表态 多年来在中国和东盟共同努力下 南海局势实现总体稳定 也为各自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而美国等一些势力唯恐南海不乱 不断在这一海域腥风作浪 最近又借仁爱交问题煽风点火 在中非之间挑动是非怂恿对抗 破坏南海和平安宁 以服务美自身地缘政治战略 中方希望地区国家对幕后黑手保持必要警惕 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方已多次提出愿同菲律宾通过双边对话 妥善处置存在的分歧 希望非方恪守以往达成的共识 珍惜双边关系改善积累的互信 尽快同中方相向而行 寻求管控海上局势的有效途径 从目前来看南海局势总体上是趣问向好的 这一方面表现在有关直接当事方之间 可以通过在对话和磋商的基础上 在某种程度上去搁置争议管控分歧 另一方面还体现在中国与东盟国家 其实一直通过切实的举措来维护南海的和平和稳定 然而菲律宾不断地接受预外大国 比如说美国澳大利亚的拉拢 参与到一些海上军事活动当中 甚至还把军事演练的区域锁定在了敏感的黄云岛附近海域 这就可能会给南海问题带来复杂化和扩大化的一种风险 另外非方这些行为 还可能会对目前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事务总体构架造成冲击 东方一直以来都坚定地支持东盟在地区事务当中发挥中心作用 菲律宾作为东盟成员也是直接受益伤 假如非方不断地与域外势力去走进 把地区海洋整体局势给搞乱 那么对于东盟国家的整体安全利益也是一种破坏 已有多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机 美国国防部24号也宣布将从9月开始为乌克兰培训F-16战机飞行员 F-16会否改变俄乌战局 乌克兰期盼已久的美制F-16战斗机终于有了着落 相关培训工作已经展开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里克·赖德24号表示 将有几名乌克兰飞行员和数十名战机维护人员接受培训 整个培训持续5到8个月 乌克兰空军主力为苏式战机在俄乌冲突中损失较大 性能也不占优势 乌方反复呼吁西方国家提供美制F-16战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声称西方提供F-16战机将发出乌方取胜的信号 7月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 乌方需要60至80架F-16战机才能封锁天空 尤其是靠近前线的地区 当地时间8月24号 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 挪威将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机数量或少于10架 此前美国方面已经批准丹麦及荷兰向乌克兰提供F-16型战机 目前丹麦与荷兰共同主导一个11国参与的联盟 为乌克兰提供F-16战机相关培训 首批乌方飞行员已于本月开始受训 预计2024年早些时候完成培训 不过美国政治报此前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 乌克兰空军飞行员应于水平欠佳 可能成为他们学习操作美制F-16战机的瓶颈 另一方面美国商业内幕网站认为 鉴于俄乌空中力量悬殊 这些西方战斗机对于改变俄乌冲突当前战局的意义并不大 一些美国官员私下表示 F-16战机对乌克兰帮助有限 即使最终抵达战场也不会成为战局改变者 军事专家分析 乌克兰获得的美制F-16或瑞典英师战斗机 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乌军的空战能力 但的确难以直接改变当前俄乌冲突战局 西方军事观察家普遍认为 乌军近期发动的反攻进展不大 与乌军缺乏制空权 无法按照以空置地的北约模式进行战斗 有密切关系 这些西方战斗机能填补乌军苏-27和米格-29等战斗机 战损后的战力空白 但它们在性能上仍弱于俄空天军的主力战斗机 整体而言 这样的空中战力提升还不足以让乌军获得战场制空权 同时俄军也可能通过空袭机场等方式 让这些西方战斗机无法出动 专家也认为 相比制空权的争夺 F-16战斗机抵达乌克兰后 将对俄空天军的防空能力提出更大挑战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此前警告 乌克兰境内出现可挂载核武器的F-16战机 将被俄方视为西方的核威胁 印度大米出口禁令 搅动全球粮食市场 国际米价飙升 不少产粮国扩大生产 填补空缺 印度正在对农产品外运施加更多限制 以应对国内多种粮食价格上涨的问题 7月20号 印度宣布禁止部分大米出口 8月19号 印度宣布将对洋葱出口 征收40%的关税 短短几天后 路透社又爆出 印度考虑自10月起禁止食堂出口 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 此前发布的报告指出 在全球经济疲软 地区冲突和极端天气等因素 叠加影响下 2023年 全球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 恐怕会继续加深 作为全球最大大米出口国 印度大米出口禁令 对国际市场的影响 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由于出口禁令 紧随俄罗斯退出 黑海粮食协议的决定而宣布 国际市场对此更加敏感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2022年 印度向全球约140个国家和地区 出口了超过2200万吨大米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数据显示 全球超过40个国家 有一半以上的进口大米来自印度 在许多非洲国家 印度大米在其进口市场中的份额 甚至超过80% 有分析认为 印度国内实际上并不缺粮 据BBC报道 印度目前粮仓中储备有 4100万吨大米和3000万吨小麦 用于战略储备和公共分配系统 印度实施大米出口禁令 更多是为了平抑国内粮价 报道称 印度一直努力应对食品通胀问题 自2022年10月以来 印度国内大米价格上涨了30%以上 导致2024年大选前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加大 国际米价上涨也让其他产米国看到了商机 在越南 道米的田间收购价格不断飙升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称 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 越南米价涨了约30% 是过去15年里的最大涨幅 这也扰乱了越南国内的大米市场 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 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的官员表示 越南计划在今年秋冬季节额外种植5万公顷稻田 业内人士也希望借助此次市场波动 促使越南的稻米产业升级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素兰 全球第二大啤酒制造商荷兰喜利啤酒公司 25号宣布正式退出俄罗斯市场 公司在俄业务将以象征性价格1欧元 约合人民币7.9元出售给俄罗斯企业阿内斯特集团 阿内斯特集团已经保证在三年内 继续雇佣喜利的1800名当地员工 喜利公司称 这笔交易将导致约3亿欧元的损失 为缓解生活压力 加沙城开设了首家完全以猫为主题的 喵猫咖啡馆 据路透社报道 咖啡馆内饲养了波斯猫 土耳其安哥拉猫等品种的14只猫咪 每半小时客人只需花费1.3美元 就可以边喝咖啡边尽情撸猫 店主表示 希望这家咖啡馆能给爱猫人士带来一些欢乐 同时提高人们对宠物饲养的认识 印尼西爪哇省首府万龙一处垃圾填埋场 自19号燃起的大火仍在持续 由于灭火设备不足 大火已烧毁了约15公顷的土地 给周围地区约1.2万名居民 带来严重的空气污染 当地政府宣布 进入为期21天的紧急状态 据了解 这处垃圾填埋场主要处理万龙市及周边地区产生的垃圾 而仅万龙市每天就会产生1500吨垃圾 受近期异常高温少雨天气的影响 日本瓜果蔬菜等农作物大幅减产 目前正值收获期的茄子黄瓜等蔬菜 因持续的蒙鼠日出现变色 落果以及腐烂 产量大幅下滑 酷鼠还导致土壤温度上升 部分蔬菜无法播种 农场只能被迫改种耐高温的玉米 减产导致价格飞涨 尤其是胡萝卜 从往年的一袋两根庄108日元 上涨到了138日元 约合人民币6.8元 英国通讯《地球与环境》杂志24号刊载的一篇论文说 南极海冰面积去年创下历史新低 给地企鹅幼鸟带来灭顶之灾 在南极州别林斯高静海一带 由于海冰提早融化 研究人员观测到的五个地企鹅群落中 有四个极可能遭遇幼鸟全军覆没 研究人员说 这种大规模的地企鹅幼鸟死亡 唯有记录以来首次 而如果全球变暖继续恶化 到本时季末 超过九成的地企鹅群落将几近灭绝 近日印度哈里亚纳邦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在一条高速公路上 一辆急迟的劳斯莱斯幻影 以每小时200公里时速 正面撞向正在掉头的油罐车 剧烈的撞击导致油罐车翻倒 车内两人不幸当场死亡 而劳斯莱斯幻影在发生碰撞的瞬间 起火燃烧 车内三名乘客获救 已被送医救治 新亚洲闻天下 感谢收看今日亚洲 Southway Southwa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